迎接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举办花与花博展 以花卉为主题 邀请国内外像是草菅民生 长玉、赵无极等39位知名艺术家 展出67件不同美才的作品 还有130件以花为主题的珠宝艺术作品 欢迎民众一起来欣赏各种花艺之美 色彩笔范的花朵做成项链、耳环等作品 透过艺术家的巧手工艺 运用特殊的材质钛金属 做成各种不同的艺术作品 集结近30年的创作 展出130件作品 让人忍不住流连忘返 在这花舞展示珠宝展中 钛金属它的创作 它要必须在完全手工状态下 然后它所有的流程 跟这个传统的珠宝不一样 那么很特别的部分是说 它又必须具有工匠 有数十年的经验才能够制作 那么做起来的话 才会跟渔王的传统珠宝 它不仅有差异 而且它必须要提升 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作品 在国际上说肯定是这样 那这是第一次在台中展览 然后有别于以前 我们都是在欧洲巡回展览 迎接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亚大现代美术馆举办花与花博展 邀请国内外像是草菅迷生 奈良美智赵无极的39位知名艺术家 展出67件作品 不论是黄明昌的荷花与稻田相应之美 还是张大千画笔下 出于泥而不染的荷花 都相当以人注目 张大千他画的荷花台风后 那个梗可以一路蔓延 荷花明明是直的 这种表示在出污泥不染之外 也要适应社会 然后像那个黄明昌的荷花 它要跟稻田在一块 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 纯粹欣赏美的地方 因为台湾所有的像我们一样 我们要为生活 我们要去努力 所以它跟稻田跟水牛在一起 除了画作之外 还有安慎会以麻绳毛线的梅材 以女性子宫为发想 创作出的生命之花 还有桃素铜像等复合梅材作品 从今日起展出到明年4月 欢迎民众一起来欣赏各种怀疑之美 介绍专专台中采文报道